我存在有这笔钱 为什么我持不了 河南郑州爆发四家村镇银行 不让存款护提款 还把他们的健康码改成红码 让他们寸步难行 还会被抓去隔离 不止如此 郑州两住预售屋 无端停工八个月 屋主付了钱 却没房住 到相关单位陈勤投诉之后 健康码也被变成红码 上门的人员询问了他是否参与 河南相关村镇银行 储户维权的事情 在其明确否认后 做了核酸之后就离开了 在转绿之后 还被社区要求写一份保证书 内容包括保证无惧高风险地区 不再具有关部门的 根据路面的报道 河南郑州预售屋停工的苦主 跟无法领引钱的存户有重叠 这就官方为何把防疫的健康码烂全 变成限制抗疫民众行动的电子手铐 复码是由大数据管理局进行复码的 我们只对数据进行加工储存 至于这个政策并不是我们定的 河南政府相关单位互相推诿 在激起民愤 河南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任性的危险倾向 警醒我们必须加强健康码的规范式 中国大陆的健康码颜色 有关个人能否自由行动 无关防疫的滥用将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体股新闻综合报道